各位来人乡亲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期的国语新闻 新闻开始就来看到 县民期待已久的同岸公园新建计划 现在有了新的进展 县长林聪贤表示 要把清水公园转型成为 同岸公园的第一基地 而到时候将会定位成推广的任务 便从今年度开始 会保留同岸节部分展馆 来作为长期展示 同时也可以丰富清水公园的营运内容 同岸节在清水公园举办迈入了第19年 去年的主题转 今年的主题跳 而举办基地清水公园 今年也将跳脱以往的经营模式 将正式成为宜兰县同岸公园第一基地 甚至我们慢慢发展 这里就要转型 作为同岸的公园的第一基地 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 从转跳 慢慢就会把东山河这个清水公园 慢慢转为同岸公园的第一园区 据了解宜兰县政府原定 同岸公园的基地是在原山的压母寮 但因为用地取得以及经费等等 种种问题预计要到107年 才能够开发完成 在此之前县府已经决议 先行将同岸节举办基地清水公园 定位为同岸公园的第一基地 工旅处长陈德欣表示 清水公园将作为推广基地 保留同岸节的部分展馆及水域设施 充实清水公园平日的内涵 我们现在有两个基地 一个就是圆山的 就是清水公园的同岸节这个基地 那就是要变成叫做行销的 同岸行销的基地 另外一个同岸节要有非常多创意 所以在圆山那个基地叫做创意基地 一个是扮演创意的这种能量的培养 疫病量 另外的就是行销的平台 没人去办同岸节 那同岸节结束之后 这个有一些同岸的设施和同岸的展馆 应该慢慢的要有一种想法就是把它留下来 再活化 就是不要说同岸节结束之后 就没有东西 我们大概朝这个方向再做一些调整 至于转型为同岸公园第一基地的清水公园 未来整个营运方向 门票收费等等 是否因为转型为同岸公园而有所转变 县府目前还没有做出决议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同岸节的精彩内容将因此延长稀票效益 不再只是暑假期间昙花一现的美景 野兰新闻记者黄文淑采访报导